资深艺人菜头去年11月被爆罹患肝癌末期 当时让言语圈内的好友和粉丝都担心不已 菜头入院后病情曾经一度好转 没想到昨天却传来不幸消息 菜头其实早在去年12月底 就因不敌病魔而离世 享受71岁 据媒体报道 肝癌末期的菜头低调住院想要专心修养 因此只有一位看护和家人留在身边照顾她 虽然病情一度好转 但后来健康状况都每况愈下 临终前都处于昏迷状态 最后不幸于去年12月底实施 让照顾她的医护人员和周遭亲友都癌痛不已 事实上癌症一直是国人的主要死因 演艺圈中也有不少艺人都深受其害 在1989年的这部国片《0099大发财》中 对有三位资深艺人因癌症而不幸离世 雷雷佳佳大发财描述当时盛行六合彩的台湾社会 大家为了发财梦无心工作 幻想自己签众一夜致富的写实谱字电影 片中的资深艺人文英阿姨 因为罹患肺癌于2009年病逝享受73岁 眼红亲戚不计较的本土艺人卓胜利 也因为罹患大肠癌于2012年离世享受62岁 而在片中一心只想求名牌的菜头 则是因肝癌而于去年底无事长辞 令人不胜唏嘘 大家也更要重视 癌症亲事果人健康的重要性